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北魏孝文帝传 今天咱们讲第四十三回大战兽阳的上级 咱们呀回过头来还是得说说南朝旗 咱们说准南朝旗到底怎么了 我其实一直啊试着绕过南朝 绕过这个南朝旗 真的是不爱说 是吧一说到这一段就总觉得丢死人了 南北朝的南朝 这绝对不是咱们汉人露脸的时代 你就想吧 连孝文帝 连北魏孝文帝 他一个显卑人 他都敢指着我们的鼻子骂 说我们龌龊 你说我们得活得多光彩 南朝 怎么理解南朝 南朝啊 其实是一种堕落 这是我们我们中华的传统的主流文明 从一个文明的高处啊 滑向毁灭的过程 从文明这个角度来说 对南朝的解读有很多 各种意见 最后差距非常大 其实从来也没有统一过 原因是什么的 因为丑陋啊 总是各种各样的 对于一种堕落的时代啊 真的 你从各个角度去看它 你会总结出各种的丑陋 更何况当你认定说 这是一个坏孩子 你就很难再看到他身上的优点 你找寻的 他毁灭的原因 最终无外乎天生和后天的 是吧 有些原因是天生就有的 历史上传下来的 有些是他们自己加上去的 自己作的 甚至有人最后 在了解了南朝的全部历史以后 总结为是上帝厌倦了南朝 这个话题 为什么掌柜要绕过他呢 因为好多心里头啊 对我们汉民族非常自大的人 听完了以后 会觉得很受伤 这这个话题很少有人说 因为什么不讨巧 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啊 很想绕过去 但是现在看呢 似乎绕不过去 因为什么 因为南朝北朝 你讲到孝文帝的这一段 它是连在一起的 那咱们就简单的说说 是吧 我尽量折着说 咱们不把那最丑陋的讲给你们听 南朝旗的开国皇帝 肖道成 是吧 肖家是衣冠南渡的大族 是吧 什么叫衣冠南渡 咱们讲了 是吧 因为因为外民族来了 咱们汉民族的大族呢 在北方待不下去了 于是呢 衣冠南渡 衣冠就是指指这些大族 这些大族纷纷南渡 跑到南方去了 当时在南方 有所谓四大侨望 这样一个说法 就衣冠南渡的这些人当中 有四大家族 后来成为南朝的领袖 就最顶级的贵族 几乎都出自这四大家族 这就是狼牙的王氏 兰陵的肖氏 陈骏的谢氏和元氏 王 肖 谢 元 这四大乡 在南朝的历史上 这几家人 其实 出入宫廷的极度 肖道成 就是兰陵肖氏的 兰陵 就是山东林义那边 是吧 肖氏 据说呢 这个家族呢 肖氏家族 兰陵肖氏 据说是汉朝 开国功臣肖和的后代 南朝齐和南朝梁 都是他们 他们这个家族的 狼牙榜里的皇帝 那是肖和的后人 南朝开始于东晋 东晋 大家可以理解为 那个朝代是一种错愕 是吧 晋朝突然遭受了北方民族的打击 所以有一个时期呢 晋朝很被动 可是就是这句话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有文化的就是比没文化的强 所以你看东晋很快就从这种错愕中恢复了 但是跟着东晋就陷入到了内乱当中 这个咱们讲过刘豫传了 是吧 最后内乱 在内乱中 是吧 东晋 被 被刘豫篡为 这就是南朝宋 刘豫创建的就是南朝宋 南朝宋是一个相对来说 就相比较于当时的北方来说 是个很强大的南朝 但是最终 他还仍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内政又出现了问题 就咱们讲过的 是吧 宗主们把控着这个国家 其实所有人都看到了 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这条路 这个国家 到了到了南朝宋的时候 刘宋 是吧 也叫刘宋 到了刘宋的时候 不改革就就进行不下去了 就是这个土地兼并的问题 所有的土地几乎都已经掌握在这种宗主的手中当中 宗主的手中 宗主现在权势越来越大 于是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呢 于是就在一片众望所归当中 萧道成篡位了 南朝旗取代了南朝宋 萧道成咱们以前讲过 于是确击改革就开始了 什么叫确击改革 就是把土地交给农民 然后农民向国家纳税 但是其实其实南朝 并没有最后啊 虽然大家都认为应该改革 但是最后你发现南朝旗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 所有人都觉得应该改革 但是最后改革的方向不一样 他就没有像像北魏那样 像像冯太后那样 是吧 出那样一个心狠手辣的领袖 引领这个改革 他的改革最后就变得非常的混乱 所以南朝旗的改革进行的并没有北魏那么顺利 改革的核心就是一个土地税收的问题 南朝要改革的目的 其实跟北朝一样 就是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 就把土地分给农民 然后呢 然后农民按土地上税 是吧 不再按照按照现在这样了 说说找宗主去要 不是了 就是直接农民向国家上税 就这样的话 你看国家也富裕了 是吧 国家富裕了 人民人民的生活也好了 但是这种国家的富裕 是吧 人民的幸福 是建立在宗主们最后的损失上 而宗主们是是希望宗主们改革不是要建立这个呀 宗主们改革是希望来一个皇帝 来一个大皇帝 带领大家打回北方 然后呢 然后把把我们失去的那些都夺回来 所以在这个南朝旗 确击改革 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目的性不明确的改革 最终也没有取得成功 是吧 南朝旗的确击改革 不但没有成功 后来还引发了一场不断的动大 反而这社会 因为改革更加撕裂了 一时间就随着改革 社会走入动荡 萧道成上台 没有几年就死了 是吧 他儿子 他儿子萧泽 继位 他儿子就是 齐武帝 南朝齐武帝 所以其实 其实冯太后 太和改革 基本上都是在南朝齐 这个南朝齐齐武帝 这个期间进行的 到了北魏太和17年的时候 北魏太和17年年初 齐武帝很不幸 死了太子 儿子死了 哎呀 好像这个齐武帝啊 受了很大的打击 老爷子想念儿子 于是呢 就就把孙子立为皇储 然后觉得 觉得孙子可能立不住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南北朝这 这几大家族的势力太强盛了 他们要说换皇帝 那那太容易了 于是呢 齐武帝就把自己的堂兄 鸾翼 萧鸾 就把自己的堂兄 萧鸾叫来 任命他 当顾命大臣 萧鸾是萧道成的侄 侄子 是吧 萧泽的堂兄 算是这个时候 你就认为 萧鸾 是萧家这个时候 他们家族的掌门人 那你就这么认为 他是大组长 基本上不算错 南朝的家族制度 到底有多厉害 你现在就看出来了 是吧 刚刚死的 齐武帝 齐武帝这就死了 齐武帝呢 实际上只派了两个顾名大臣 一个是萧家的 萧鸾 再一个是王家的 人家王家这位 最后很圆满的完成了 齐武帝交给的任务 保着齐武帝的孙子 继位了 可是 可是据说呢 这个新上来的小皇帝啊 不着调 于是 还引起了顾名大臣的争斗 萧鸾 杀了这个王家的顾名大臣 然后又杀了自己的侄子 让自己的亲弟弟 当了皇帝 可是新上来的这弟弟 弟弟还不如那侄子 是吧 那个侄子虽然说糊涂 但至少他没主意 可这弟弟 主意太正了 于是不得已 哥哥杀了弟弟 然后 自己做了皇帝 萧鸾最后 当了南朝齐的皇帝 但是萧鸾这位老兄啊 我跟你说 也真的是不成 不成才 他一上台 就遭到了萧氏家族的反对 萧氏王室 现在联合起来反对他 你就想南朝的宗主们的势力 达到什么程度 按理说 是吧 你像萧鸾这样一个杀了两个皇帝的人 那应该算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坏人了吧 是吧 再加上皇帝 那一言九鼎 你说他干什么不成啊 怎么还敢有人反对他呢 我们觉得肯定是这样的吧 但是你看 在历史上 在这些宗主的面前 萧鸾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很纯很纯的坏人 居然啊 活得很委屈 啊 这这坏人在南北朝活得有多委屈 你就往后看 他惹不起自己的宗族 于是萧鸾呢 萧鸾跟自己的宗族躲着不见 皇帝现在和大臣玩起了躲猫猫 这不是我瞎说 这史书当中就这么写的 是吧 这帮萧氏宗族的人 这帮王氏宗族的人 整天呢 是追着萧鸾骂 于是萧鸾呢 萧鸾基本上不上朝了 偶尔有大事上朝 也都是开小会 史书上写的这一段写的特别有趣 不但开小会 还要在大殿门外啊 安排人去望风 远远的看见那谁来了 远远的朝这边走了 皇帝立刻就退朝 你说 你说这皇帝做的 让萧鸾做的 真的是太没品了 肯定的说 有些人萧鸾恨他们 恨疯了 你说皇帝怎么处理这些人呢 在正常的朝代 我杀你全家呀 是吧 你敢你敢得罪皇帝 那还了得 但是萧鸾做得到吗 你肯定想不到 对自己恨的人 皇帝萧鸾怎么做 史书当中说 皇帝是自己花钱 自掏腰包 雇佣刺客 去搞暗杀 这皇帝让萧鸾当的呀 真的是无语了 就这么一个坏人 是吧 在南朝是那个样子 你就想南朝是怎样一个社会吧 谁才是那个国家 真正的主人 就是尼人也有个土象 是吧 萧鸾最后逐渐 通过和北朝 在和北朝的战争当中 萧鸾最后逐渐控制了北朝的军队 最后他和萧家摊牌 是吧 以后的萧鸾 对萧家最后是大开杀戒 但是 他针对的是他自己这一支 萧鸾自己这一支 最后的王族 几乎被斩尽杀绝 他仍然不是不敢针对 对整个的萧氏家族说什么 说你明白吗 皇帝最后是以自残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愤怒 当皇帝出离了愤怒的时候 皇帝只敢自残 这就是南北朝 南朝 萧鸾的种种的怪诞 其实这背后是南朝 世俗制度下 那个畸形的社会 这就是掌柜在史书的背后 在南朝那些优美的文字 那些洒脱的诗文背后 看到的文明的堕落 你就记住一件事 咱们中国人自己没毛病的时候 绝没有人敢来说 是我们文化上的祖宗 北魏孝文帝现在喊出 礼不乏丧 喊出和我们汉人不共戴天的时候 其实每个汉人的心里都装满了苦痛和委屈 你说萧鸾不委屈吗 皇帝自废 请刺客 成天躲猫猫 最后 自残 这是啥心情 这里有一件事 其实我们谁都不知道 就是上一个皇帝 萧鸾的弟弟到底和孝文帝谈了什么 孝文帝为什么那么支持那个皇帝 而反对萧鸾 我估计很可能 萧鸾的上一任 就萧鸾的弟弟 是答应了北魏一些条件 但是萧鸾推翻了他弟弟 萧鸾一上台就不认账了 所以最后 孝文帝急言了 我们从史书中只看到 是吧 一开始 北魏看到南朝混乱的时候 其实一生也不出 这期间 双方 史书中明确写了 双方史节不断 谈得很好 但是当萧鸾一上台 立刻 北魏就出兵了 不管什么原因吧 是吧 反正萧鸾一上台 面对的就是北魏的进攻 萧鸾突然就愤怒了 指责萧鸾篡位的行为 同时四路大军 发清国之兵 进攻南朝 南北朝的这场大战 正式爆发了 历史上把这一战称为 寿阳之战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咱们继续讲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音全拼 掌柜的私房故事 正在连载当中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